我一定会跟我有建议就是 一定要一个人离开 那如果就我自己的行政判断 那我觉得要离开一定是下面的人 不会是办公室主任 今天如果是我跟办公室主任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我离开 不会是办公室主任离开 这是现实面的考量 这没办法 做指甲这件事情 我今天看到四大妈脸 是我身为女性 最关注的就是这一篇 当然女性立委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每天要美美出现 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相信 处英委员一定是自己化妆 所有的女性委员应该都是自己化妆吧 But 公安有专人帮她化妆 跟做指甲 跟按摩耶 这个是你写的啦 Jack就是李宗廷他的男朋友 找了一个助理来负责党酒 这个助理呢 除了要帮忙按摩 还要做水晶指甲 就是那个光疗指甲 要照灯的那种 还得每天把老板化成大家认得的样子 还夸扶这个人 办公室薪水最低的那一个 这是在你的列表里面最低的那一个就对 这件事是真的吗 这件事 因为你还有po那个光疗胶啊 还有那个笔刷 有没有 大家女生有去做过的 应该都知道 基本的工具大概就这一些 磨夹片啊 就大概这一些 因为高宏安他其实不太爱喝酒 他不太爱喝酒 所以就是那个 他男友就帮他找一个负责党酒的助理 那为什么他男友不自己党呢 男人就是要党酒 如果男生酒量不好 对就找一个 然后就是他还有很多其他业务 他还要会按摩啦 然后做成绩 他说他们办公室有那个一台 就是手要伸进去 然后要照的那个 就是LED灯啊 光疗机 是不是让你指甲硬掉的那个 对 他说他们办公室有那个 然后就要做 然后他就会帮他做指甲 然后重点 他说最重要就是要每天化妆 他说如果不化 他怕人家认不出他啦 所以那个双眼皮贴跟假睫毛 就是可能是这个助理去买的就对了 这我不知道欸 但是我比较好奇 按摩是怎样的按摩 他有讲吗 就按摩啊 按摩不就按摩 有分很多种啊 真的吗 有全身的半身的 办公室的是哪一颗 肩颈的按脚的 价钱各有不同 你们学的那张照片很好 柚子的那张照片 这是我们去他脸书找的 就是有做手指有光疗的啊 就是看得出来有做过的 对 那颗柚子是助理科的 那不是他科的 连这个你都知道 对 我们刚好昨天有听到 因为昨天那个 林更年讲了一个柚子的八卦 然后所以他就讲说 你知道吗 他手上拿磕那颗柚子根本不是他磕的 所以您不小心透露 有谁跟你一起喝酒了 但是这件事情 刚刚你有听到高宏安说要 采取法律行动嘛 他昨天已经说要告这些助理 但是这件事情 你说面试成功之后呢 会进一封信给助理 确实啦 我们都会收到确认信嘛 但里面有这一句 新资俗本办营业秘密事项 不得透露给任何人 嗯 其实那个时候助理 就三位助理都跟我讲 他们有收到 而且他们就提到说 他们也不懂 为什么有提到那一句什么 营业秘密事件 对 这里啦 营业秘密事件 就是月薪四万块 你不得跟任何人揭露就对了 但是他们就说 为什么叫做营业秘密事项 然后他们就想说很奇怪 他们讨论了很久 都想不到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写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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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也不知道 这有没有什么违法的疑虑 因为他们说他还有一些 疑似违反劳基法的 那个窃解书 对 可是那些他们没有照片 因为前往就被收走了 他们没有拍到 对 所以没有办法给我当证据 所以这一张也是助理给你的 因为这是电子档啦 哦 他截图给你的 对 这就是用手机截图 就是他们讲完说 我有我有还没删掉 然后就解给我了 所以还有还有 还没完哦 这连载故事很多 翁教授的论文事件 就是翁达瑞爆料那个 让公文案非常起 所以呢 他想叫NCC去处理那些媒体 但是呢 立委私下叫NCC处理媒体很难看 所以为了顾面子 叫助理创几个Google的假信箱 再寄给NCC检举 这件事情有发生吗 真的有假信箱 对 我还知道 然后有去检举 对 他们 他有叫助理去寄信检举 所以这件事确实有发生就对了 说不定你们三例用 一定有的啦 因为 然后还有真的是 老板某次去见 老板是指高红安的意思 每一次去见完BB 就是郭台铭 Big Boss 搭车回办公室 接货线报 有一群记者在堵他 老板崩溃在地下室停车场 躲记者不敢上去 还叫助理拿文件下去 地下室给他签 所以又还call Jack 开车来载走他 这个要代表什么意思 没有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他其实那个时候 第一次啊 第一次他是去年 去年第一次那个 植鱼他论文的时候 他那一阵子就是非常的崩溃 根据助理的讲法 他就是情绪上有点不太稳定 然后那一天就是开车 因为他本来是开那个 公安本来是有自己的车车嘛 然后下了到地下室以后 因为听说你上面一堆记者要堵他 所以他就不敢上去了 然后不敢上去的话 他就那个 叫助理把所有的当天的文件 都下来给他签 签完以后他叫 行动办公室就对了 对 就下来签 然后就一直躲在下面 就不敢见人 然后最后就是他就call 那个他男友啊 就开另外一台车 他就换车然后出来 跑走 所以这些事都是真的 然后这个助理还在吗 做水晶指甲的助理还在办公室吗 他先走 不能说 不能说 所以他有在做其他的 比如说法案的工作吗 还是他的专职 他好像比较偏那个什么助理 就是 行政 帮忙跑行政的 因为他会帮忙当时 对 那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助理 因为他们都统称助理物 然后薪水 通常我们讲说这叫随行助理 随行啊 薪水是有多低 有低于行情吗 但不是这个 他们说全办公室最低啊 然后最低还要缴回去 可能不敢讲吧 因为他们毕竟有提到说是营业秘密啊 所以没有讲 但是就是说 但营业秘密全部都在你手上了啊 那如果高宏安告你怎么办 他刚刚已经呛说要采取法律行动 没有点名你啦 但是这一连串都是找你啊 他刚刚没点名我对不对 他没有点四叉猫这个人 应该不会告我啦 他只有统称说要采取法律行动 但他没有说要告猫 或者是要告那些助理 但是那个问题是在于说 那你要告什么 你的罪名是什么 因为怎样所以你要告他 而且因为猫猫他的连载 他其实都是有图为证 显然猫猫是有消息来源 并且人家提供了证据 所以猫猫把他连载出来 你这个要告他什么东西 这只能证明说 你这个老板在办公室里面的各种行径 让这些助理觉得太不合理了 太受不了了 觉得你这个罐老板实在太离谱了 所以才会把这么多的故事连载 然后告诉这个猫猫 而且其实立法院助理常常都是 会换来换去啦 就是他们可能 这一会其实是这个老板 然后三年之后可能会跳槽到其他老板 所以助理之间的讯息流通 其实是极为快速 而且都会知道说 哪一家哪一个办公室的文化是如何如何 就算你告这些助理 这些消息 搞不好都在立法院流传开来 早就已经知道 也不算是什么秘密 真的立法院没有秘密的啦 立法院真的没有什么秘密的 所以他只是恐吓而已 说用一个很严肃的脸说 我们要采取法律行动 下一个问题都一样嘛 我要采取法律行动 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告 你没有罪名可告 所以不要再这样子吓五人了 我突然觉得 身为女性 这个办公室有非常大的杀文主义 即便你的老板是个女生 刚刚佩姐有提到 要跟高宏安挑战一件事 卸妆素颜 就是以前有个电视节目 我们先挑战先卸眉毛 先卸半边脸 先卸半边脸 然后下一阶段我们再卸嘴唇那种 我想挑战一下 因为看起来按照猫猫的报料 他办公室有一个专职 帮他做水晶指甲跟化妆的 而且还要挡酒 那他如果前一天晚上喝酒 就帮老板挡酒 挡到已经醉醺醺了 然后他隔天化的时候 应该会这样 手抖 根据尺状 眼线手抖 然后如果你要整个 可能还会被老板骂 所以被要求说 每天要画到 让大家认得出来 我是老板这样 那我觉得很想知道说 那要夺 对这个化妆师应该算是一个 丑佛天空 对对对 他的技巧应该非常的好 那所以 我想挑战卸妆 所以你的决胜点是什么 比谁比较跟原本不一样 对对对 看卸了之后 还有没有人认得出来 然后做街坊 好 我们就等好不好 选上之后 请高宏安接受这个调整